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如果你是中性肌膚、混合肌膚還是乾性肌膚呢 你今天一定要看這一集 因為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冬季超有感保養品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在開始分享我的保養產品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你們講最基本的一個保養程序的概念 第一個呢,就是一定要把肌膚清潔好 如果沒有做好清潔的這個步驟呢 你可能皮膚會處於一直很不穩定的狀態 因為毛孔被阻塞 或者是角質一直無法帶線你的那個皮膚會變得不平滑 甚至會長出一些痘痘啊粉刺啊什麼的 所以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第二點呢,就是化妝水 化妝水呢,基本上不管你是油肌、乾肌、混合肌 其實是一定都要使用的 因為它就是幫我們皮膚做一個補水的動作 然後加強保濕這樣子 再來是精華 精華液的話,就是要看你自己皮膚有什麼樣的情況 想要被改善 例如有些人想要美白,他就會塗美白精華 那有些人呢,就是用化妝水的那個保濕能力還不夠 他就會再塗一個保濕精華 那如果有一些人他想要抗皺 他...抗皺 抗皺 他可能就會想要塗一個抗皺的精華 所以精華液呢,基本上是可有可無啦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有什麼問題想要改善 然後去做一個加強的效果 再來第四個呢,是乳液 那乳液的話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把我們以上擦的所有東西呢 鎖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就是省略擦乳液的話呢 有可能你的以上擦的那些保養產品的養分都會... 就是...會不見 就是...會沒有特別的功效 因為我們沒有把最後一道鎖住的程序做到 那乳液的話呢,其實也要看膚質來選擇要不要使用 因為像油性肌膚呢,我之前有詢問過 皮膚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說 因為油性肌它本身就是一個油量過多的體質 那如果你再加油上去的話 因為乳液是比較多含油的成分 然後如果你再加過多的油在臉上的話 有可能會冒痘或出現一些皮膚不良的反應 因此油肌的話它可以選擇 凝膠類的沒有含了油的成分的乳液 或者是你爆油的人 你甚至可以省略掉乳液乳霜這個程序 那至於中性混合性還有乾性肌膚呢 乳液是絕對不可以省略的喔 因為我們本身是...發油量沒有像油性肌那麼多 需要外界滋養然後我們才可以 藉由保養品的養分還有那個油性 然後鎖住我們剛才擦的那些營養 所以以上呢這是最基本的保養觀念 然後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千萬不要再以為就是 喔我什麼我這個可以不要擦 那個可以不要擦不可以 好講了這麼多呢我今天終於要開始分享 我覺得用了這個冬天以來 然後覺得很有效然後自己也很喜歡的產品 第一個呢是清潔產品 就是這一個 這個結顏霜我想有非常多人應該都知道 因為它是他們家的明星產品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他們家的這個結顏霜呢 我覺得它的用起來的感覺 跟它的價格是有等值的感覺 首先這個結顏霜呢它的香味 是我很喜歡的香氣 它就是那種草本香 然後帶一點點... 那可能有一點點花吧 我不太...聞不太出來 可是它就是一個舒服宜人的那種SPA的香氣 像我平常就是卸睫毛膏 然後卸防水眼線 然後卸那種很濃擦可能五六層的歐美眼妝 然後甚至是染唇的口紅 它都可以卸得很乾淨 而且它卸的時候呢是不會刺激皮膚的 就比如說卸到眼睛呢眼睛不會燻 然後可能你有一點點不小心殘留物 然後流到眼睛裡面眼睛也不會刺痛 然後呢它的觸感質地是那種 摸起來有點像是凡士林的感覺 本來呢在罐子裡面它還是很凝固狀的 但是如果你放到皮膚上之後 它接觸到一些溫度 它會慢慢的變成油感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在全臉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然後底妝還有你臉上的彩妝呢 就會慢慢的被卸乾淨 然後它跟其他的那個潔面霜 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會再附一個這個馬 馬斯林布 它就是要你在卸妝的時候呢 就是全臉按摩完然後再用溫水嘛 然後就是你知道敷在臉上 然後再擦拭什麼的 這是這個產品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產品最主要的原因是 全臉洗乾淨之後就可以去睡了這樣子 就不需要再做再次的清洗 然後你洗完它之後呢 皮膚也是屬於一個潤潤的狀態 就是舒服 不會過度清潔 不會乾 不會崩 然後也不會敏感 所以像在那個換季過敏的時候 就是那種季節轉換期間 我比較容易過敏的時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像我今天爆炸累 就是工作一整天 然後拍照拍照 然後拍回家之後 那個妝超級濃 然後腳又很痠 就是覺得我人生好累 我想要趕快卸妝完 就洗完澡 就睡覺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這個 因為用完之後 因為它的那個卸妝速度很快 而且又很乾淨 可以很放心的 把卸妝這件事情交給它 再來就要到洗臉的程序 那第一個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這個 因為這個品牌呢 它就是專門設計給 有肌膚問題的人 它所謂的肌膚問題 不只是 像我們這種容易過敏喔 還有一種什麼 異味性皮膚炎啊 什麼乾淺啊 blblbl 那這個產品它主要就是做一個 簡單的卸妝 以及洗臉 但是 因為我覺得它的卸妝功能 是一個奇差無比 就是完全不及格的狀態 所以我都不會拿它來做卸妝 它擠出來的感覺很像是水乳液 就是 然後它碰到水是不會起泡的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 手有一點微濕的狀態 然後碰幾兩下 在手上 然後把它搓勻之後 直接在臉上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我用它洗臉的話呢 它就是會完全 不會有那種 過度清潔會出現的 反應 肌膚反應 完全不會有 所以我就是很喜歡用它 即便是就是過敏 就是它本來就是設計給過敏劑的人使用 所以我過敏用它還是非常OK 然後再來兩款洗面乳呢 就是它 這一個品牌呢 我之前有跟他們合作過 然後他們主要也是 就是設計給我剛才跟你們講的 就是皮膚本身就有一些問題 又這一款呢 它是可以有卸妝功能的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它因為真的是 只能卸非常非常清淡的妝容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建議你們 把這個拿來當就是洗臉產品就可以了 那他們兩個的差別就是 這一款 藍綠色的呢 它的洗淨能力稍微強一點點 然後適合中性和油性 然後右邊這款綠色的呢 它就是適合乾性肌或者是中性肌這樣子 我覺得這兩款就是我使用了這麼久以來 它們一直都讓我的皮膚很穩定 然後用完也不會不舒服 所以我也很推薦各位這個 洗臉產品介紹完之後呢 就要開始介紹我覺得使用很有感的保養產品了 那第一個呢 我會先省略化妝水 因為保濕化妝水呢 不管是專櫃還是開架 都可以找到非常好的選擇 我只能說我覺得每一款用起來都蠻有用的 我很難去抉擇說哪一款是最有效用 我真的覺得都差不多 所以我決定略過化妝水 直接進入到精華液的部分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一罐 這一罐呢是蘭蔻的護顏精華 它的廣告訴求呢 其實是比較針對抗勞 可是我發現它在保濕上 真的有非常非常厲害的效果 就是我自己用起來我有點嚇一跳 就是我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有幾次會忘記擦乳液 就擦完它之後忘記再擦乳液 然後就睡覺 然後隔天起來皮膚還是超級光亮 除了它的保濕效 實效是非常的長以外 它在我就是生理期來的時候 因為我生理期來的時候 皮膚會全臉的變得非常的乾 甚至有點像骷髏一樣 就是覺得我的水份 不知道被誰吸光了這樣子 就是沒有水 不管我擦多保濕的產品都沒有用 可是我用它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我生理期皮膚很乾的那種感覺 它讓我生理期皮膚恢復活力耶 我這關用完我一定要還要再去買 太強了 它已經進入我的庫存名單了 想要買油的話 入門款可以推薦你們這個 這個品牌的角砂吸我都非常推薦你們 第一個 它就是吸收力很好 然後它擦完之後 你也不會黏黏的 也不會油油的 也不會悶悶的 也不會製豆 對我來說啦我不會自動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多 它加在粉底裡面真的可以讓粉底比較服貼 然後它加在乳液裡面真的可以讓乳液的保濕性更高 它的用量也真的很省 那如果你是一個愛護海洋生態的人呢 你也可以選擇同樣品牌的植物性叫莎西 因為它也是很多網友都說用起來保濕性跟這個一樣好的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乳霜的部分 就是它鼎鼎大名的Kiehl's蛋白保濕霜 現在呢我就是用素顏精華 然後再用Kiehl's的蛋白保濕霜 然後我就可以達到 就是在不管什麼時候都皮膚很光滑的樣子 就是不會乾 然後也不會有細紋 這樣我就覺得 這個搭配真的是太棒棒了 冬天的話我就是用一截的小指頭的用量 然後塗全臉 然後順便帶到脖子這樣子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用量變多之後 會出現一點點起屑的狀況 因為它的延展性其實很好 然後保濕性也很好 所以用比較多的時候皮膚吸不進去 一定會出現一些起屑的狀況 但是還蠻正常的 所以我隔天起床呢 如果要化妝之前我都會先 我都要擦一擦臉 就是用毛巾擦一擦臉棒 那個屑屑戳掉這樣子 然後我在擦這個妝前保養的時候 我會擦的比較少 就是擦我那種夏天的用量 這樣子我就不會起屑 如果你們是用量比較多的人 要注意一下那個起屑的問題 好再來要跟你們分享也是一個霜類 然後是一個萬用霜 也是我之前已經跟你們分享過 我超級喜歡的一個 乳霜就是它 妮維亞的乳霜 可是呢它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因為我拿給我媽一罐 她就覺得她不能接受 因為她覺得她很難推開 吸收度跟她其他的乳霜比起來 沒有那麼的好 然後她也不能接受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它 但是它也有一些用法是比較特殊一點點的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仔細的介紹一下 如果你是要擦在臉上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就是先把它 拉起來一些 放到手掌心 然後用手這樣子 來回去搓搓搓 搓完之後它就變透明的 然後你就開始 按到臉上 然後你也不用想要推它 不用推 就是用按著就對了 然後你覺得不夠就再來一次 然後再用按著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擦到臉上了 然後那個量也會比較好控制 就是有些人就是直接擦的話 可能會覺得 喔不小心擦太多什麼的 有可能會製痘或什麼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敷臉 我跟你講 拿它來敷臉真的超棒的 我之前就是有看網路上有人分享 就是它還可以敷到嘴唇 所以我就跟著學 整個敷 然後敷到嘴唇 敷厚厚的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些人問我說 到底要敷多久呢 我自己是想敷多久就敷多久 因為擦完之後整個臉會很白 然後等到它那個乳霜 變得有一點點變得透明的時候呢 我才會擦掉它 至於敷多久 有的時候你想要敷個十幾分鐘也可以 你想要敷個三四十分鐘也可以 因為我這兩個時段我都有敷過 我覺得效果都一樣 好 所以就看你自己 你要把它卸除掉的時候呢 一定要用化妝棉 或者是比如說小毛巾什麼的 然後沾為濕的水 然後用擦的方式才可以把它擦掉 用洗的話會洗不掉喔 因為它是油的成分比較多 所以你那個水一上去 它整個就滑開了 你就是完全洗不掉 它就會黏在你的皮膚上洗不掉 所以一定要用擦實的 所以呢我建議你們就是 然後不管你們要敷這個乳霜 還是要擦這個乳霜 之前呢 你要先確認你的皮膚就是 表面沒有水分了 就是你用手摸不會有那種 滑滑的水的感覺 你才要擦這個乳霜上去 它才黏得住你的皮膚喔 這個產品就是你要用對方式用它 它就會是一個很好用的產品 然後我很推薦你們的使用方式 除了敷臉、敷嘴唇以外呢 你們一定要拿它來擦那個 皮膚很粗糙的部位 例如手肘啊或是膝蓋啊 然後像我自己很粗糙的地方 就是我的那個 脊椎下半段腰部的地方 因為我那一段是凸起來的 所以我常常就是那一段都會 摩擦到椅背還有衣服 那我那一段的皮膚就很粗糙 原本很粗糙 我拿尼威亞這個霜啊 去擦我那個皮膚很粗糙的位置 我的天哪 後來變得超光滑的 而且它光滑程度就是跟我皮 其他地方的皮膚一樣光滑 我就嚇到了 因為我用了這麼多的身體乳液 沒有一個身體乳液可以改善我皮膚粗 那個脊椎很粗糙的那個部位 只有它改善了 這個東西我只能說它在那個冬天解救我 然後也解救我粗糙的那個脊椎的部位 很棒 請你們去用用看 好那最後呢 所有產品都介紹完啦 那一定要跟你們再次強調 保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管你是什麼年齡什麼膚質 一定要做到的最基礎保養就是保濕 這樣子你的皮膚呢才會光滑 然後才不會有粗糙的感覺 甚至你的那個膚況呢會比較光亮一些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你喜歡的話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我的粉絲團 微博 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今天呢我要再跟你們分享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不分享你們 未來可能就看不到了 我可能是因為過年吃太多甜食 然後又大魚大肉的 所以我就長了一顆丁仔 在我的下唇這個位置很痛 然後這種丁仔它又是沒有火山洞口 可以讓我擠出來 所以它就一直在折 然後導致我的左唇這邊很腫 我現在的左嘴唇 左邊的唇有一點點麻 然後有一點點難活動 因為它真的很腫 你看 它腫這麼大 雖然我的嘴唇這樣放鬆的時候 你可能看不到 可是 如果你很仔細看我的嘴巴 你就會發現 嘴唇有一點歪 然後就是這樣 就跟你們分享一件無聊的事情 哈哈哈哈